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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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的历练活动 乃积累了一定修行的新入门弟子 第一次下山历练 目的在于让弟子们深入尘世 以实践来增强阅历 怎么回事 我家村子怎么会是一股黄浊之气 由于空灵根的通透属性 王鹿从小就对天地灵气的变化异常敏感 你们好 老鹿 你 你没事吧 小林 你这孩子 你忍着点啊 说过你多少次了 女孩子家不要这么顽皮 我看看 是哪儿疼啊 好了 涂了这个就不疼了吧 这不是小鹿吗 是我 回来待多久啊 还不太清楚 我劝你最好别待太久 那是周先生给的胜水 说是只要擦了那个 伤口就不会感到痛了 老肉水 这 这不是王富贵家的孩子吗 是啊 村长爷爷 好久不见了 您身体还好吗 其实也就这样吧 那就好 不过怎么感觉乡亲们 都那么奇怪呢 总之先去我家再说吧 嗯 两年多没见你 突然间长大了不少啊 青春期长得快嘛 村子里的人 有欢迎你回来吗 看来大家都不是很愉快啊 真是的 不过这也不怪你 哎 这两年 村子里也发生了不少事啊 到处都充斥着枯黄之气 似乎 有妖孽之辈在横行 嗯 你 你怎么敢说这种话 若是让神仙们成道 该如何是好 神仙 咱们村子里有神仙 是啊 哪来的神仙 别说末法时代后 就已经没有真正的飞升成功者了 就算在梦幻时代都只是传说 小虎那孩子说得对 这两年你都误入歧途了 嗯 现在这个时代 就算是没有灵根的人 也能成仙 到底是谁这么说的 周先生说的 他是七星门的仙师 他还经常请仙人来我们村啊 七星门 不过你运气不错 嗯 我是听说最近几天 七星门的仙人们 会来咱们村 寻找并度化有缘之人 度化 这两年有不少人被神仙度化 沾染了仙缘 还记得小虎吗 就是那个和你一起长大的王小虎 那孩子的资质 已经得到了仙人们的认可了 小虎 那家伙还有这种天资呢 还有其他人吗 王大富家自不必说了 王铁柱 王老根 王山药 差不多七八个人吧 果然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啊 大家都是脱了圣水的福啊 圣水 只要连续喝上四十五天 体内就能生成灵根 若是拿来涂在伤口上 就能瞬间愈合 是那个 但是 真正还不错的人造灵根 可是价值连成 一般的野鸡门派哪有这么大方 那个圣水 要怎么才能搞到手啊 先师说只要有诚意就能拿到 诚意 但你爹却拒绝了 实在是可惜呀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 我们需要诚意 得先为七星门的几位神仙 建一座别院 才好说后边的事 难不成 阁下是舍不得那点钱财吗 不不 岂敢岂敢 只是 只是什么 仙家人视钱财如粪土 终归是为了这个村子的机缘着想 可是 这一百万两的预算 我这个人仙缘浅薄 一生积累些许博才已经心满意足 仙道什么都不曾奢望 要知道 接待神仙这样的福分 可不是每个村子都能有的 是啊是啊 这可真是我们村的福气啊 况且这件事不单是你一个人的机缘 而是会影响到全村人的机缘 待别院落成 神仙大驾光临 受惠的可是村里所有的人哪 我家狗娃其实也有灵根 多亏了仙人的体点 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王富贵老爷 你就不能为了大家退让一下吗 难道你忍心为了一起 私立白白浪费全村人的机缘吗 师哥 你真有想法 成仙这么好的事 我家要是有那么多钱 巴不得全能不远出来 神不带来死呆走 我家虽然穷得叮当响 也卖了一头牛筹钱来捐了 统统给我住口 你是 有意思 邪教片徒居然玩到我头上来了 小鹿 你回来了 哦 莫非你就是 那个两年前离村去灵剑派求仙的 没错 我就是天才修士 你王鹿爸爸 就算你是真的大派高徒 无凭无据这么诽谤我们可不太好哟 是啊 小鹿 还不快给周先生道歉 敢侮辱我们七星门 难道就不怕仙人降祸于你吗 闭嘴 姓周的 事到如今还敢信口开河 找死吗 看来你们散布了不少谣言哪 你说的是哪件事啊 就凭你那句人人可成仙 便知你是个久留骗子 若真如此 为何不见仙人层出不穷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 还没有我们祖师爷发明的 人造林根七星散出现 真是笑话 人造林根可是圣经先门的 六合祖师发明的 和你们的鸟人祖师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然而你说的六合祖师 正是我们祖师爷的师弟呀 什么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看阁下才应该是骗子修士吧 说得有道理 那你们为什么要收钱 证明诚意呀 为了得到一样东西 而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是天经地义的 既然是代价 那就要公平 资质上家 身怀先缘的弟子 在哪里都是宝贝 所以修仙界的长老们 每年都在到处寻找人才 你们七星门就很特殊吗 一百万两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来说 可都是天文数字 用区区几碗不值钱的符水来交换 你觉得这公平吗 这无关公平 看得是诚意 这世道人心如此善变 今天向你表达诚意 明天说不定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 这种诚意有什么意义吗 会不会变得了 也可能会称为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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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天铁 看呐 他眼后黑气四溢 吃 吃掉了 这玩意儿 威力比阿雅的仰望星空可差远了 那可是门派赐予我的法器透骨钉 威力足以击穿三尺十壁 何况上面还涂了剧毒 这魔头 魔头 你不是人类 而是潜伏在九州大陆的魔族余孽 绝对不会错的 魔头 你怎么会 雄鹿 竟然是魔头 真没想到 这么可爱的外高山态度 露雄鹿 那小子从小就好 狗急跳起了 果然还是杀了你最上市的 露雄鹿 雄鹿 雄鹿 弄死吧 出手 黑激 两年不见 王小虎 变得这么厉害了 王龙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虽然你现在已经堕入魔道 但看在同乡的份上 我们会网开一面 只希望你不要再执名不误 小虎 虽然我以前经常嘲笑你是个脑残 没想到你脑残到这个程度 我问你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进七星门也很久了吧 他们是帮什么货色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正在打坐 七星门 七星门是 继续说 七星门是先到这派 七星门是连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也能踏上先到的希望之光 多亏了他们 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开始修行 完全靠自己改变命运 不需要再做农民 而是成为一名修士 是问还有哪个门派 能像七星门那样 成为我们这些凡人 改变自己命运的先到希望呢 对啊对啊 我们也能做得到 只要按照七星门的神仙说的去做 一定能成功的 没想到几年不见 你这臭不要脸的功夫 倒是大有掌尽 那么就请你给我一起退场吧 住手 你这个逆处 想投入自己的生气吗 我是不知道这两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和魔头有什么区别 过来 回来 我怎么来 王家怎么生出个这么混蛋的儿子呀 就是就是 我以前就觉得那小子不像个正常人 我以前就觉得那小子不像个正常人 管出去吧 赶紧离开我们的村子 赶紧离开我们的村子 别再回到这个村子了 别再回到这个村子了 蠢货了 已经蠢货了 已经蠢到不愿意去思考哪个是真相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路 路儿 路儿 是啊 我回来啦 耳朵好疼 谁让你做坏事的 但是鹿儿 你能够平安回来 真是谢天谢地 离开村子 这几年都杳无音讯 可把娘亲给担心坏了 我每个月都写信啊 没收到啊 好奇怪 听说求仙的人 会切断和父母的关系 那也不能忘了爹娘嘛 对了 忠儿呢 她怎么没回来 你们打小的时候 不就一直在一起嘛 我在信里面写得很清楚啊 难道你们连义方都没收到啊 你离家的头两个月 倒是收到了信 后来就再也没收到了 齐心满干的好事嘛 但是 真没想到我们家鹿儿 还能踏上修仙之徒 鹿儿 难得回家一趟 给爹娘讲讲你修行的事吧 好啊 那就从两年前的生仙大会 开始说起吧 那个时候 开门 不开我们就应酬了 稍等 我出去看一下 鹿儿 不可冲动行事啊 你放心 我不会对村民出手的 但是 有些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才行 鹿儿 让我竟然无可忍了 让我竟然无可忍了 啊 是魔头 这叫我是魔头 先师大人说 他会给全村人招来护盾 都是你们害的 我们的村子 就得由我们大家来守护 大家不要怕 有先师们在我们身后 一定能战胜这个魔头的 你们说的先师 就是那几个炼器二品三品的杂鱼吗 本想他下跪道歉的话 可以考虑饶他一命的 杀了不错 资质还不错嘛 什么 这招货也太蛮横了吧 好 好厉害 杨秋 你怎么看 山洞云新城 罪大畏极 可杀之 好的 尸体 师弟 来 自罗丧献丑 这毒虫是用本命精血系列出来的 若你伤了我 那这血就会从天而降 凡是沾到血的地方 必会寸草不生 连神仙也救不了 啊 怎么会 去死吧 开什么玩笑 吃掉了 大爷我下山前可是经历过飘渺风的抗毒修行 所以我练就了拿透骨叮当豆腐脚的百毒不侵之身 去死吧 蠢货 你们回去给七星门的长老们带个话 灵剑派真传弟子王禄在此 别再打这个村子的主意 否则羞怪我无情 灵剑派 那种高高在上的门派 怎么会和我没有交集 要撤冲吗 不 现在放弃太可惜了 被埋在这儿了吗 这是我出生时 突然从天而降的彗星碎片 小时候把它埋在这儿了 不是不 现在想起来 似乎我的人生 一直都在被这个东西守护着 对不起 不 怎么 魔头啊 村里人都被骗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结束 人心都已经浑浊了 我堂堂一个修士 倒是不会和山野莽夫一般见识 你不是说这次下山 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吗 你们的长老 一定希望你们能在凡间 产间除恶有所作为 让这个村子 净化成原来的样子 不正符合这次修行的目的吗 说得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回斗争的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